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恢復一下 剛剛我們和羅志光局長會面 講關於現在面對失業率高企 面對現在疫情之下 究竟有沒有什麼相關措施 可以支援失業人士 以至開工不足 不好意思 遲了少少 因為剛才的會面也是久了少少 我想有幾件事大家傳媒都會關心 第一就是關於第二輪的補助預計劃 因為政府一直都跟我們說 之前在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我自己作為主席都多次追問 究竟第二輪的補助預計劃是何時開始推行 因為他們之前都跟我們說 是會在八月頭的公佈 但因為已經是八月中 所以我們都追問了 局長說會在下個星期 會公佈有關補助預計劃第二輪的申請細節 以及會在八月尾正式開始推行 我自己都就第一輪一些情況都向它反映 希望有所改善 包括了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有很多在65歲以上的人士 是未能夠申請得到的 那麼局長都回應說 今次在這個新的第二輪的補助預計劃裏面 他們會是改善有關方面 讓到更加多65歲以上 但是又在公司裏面工作的人士 都可以申請得到補助業的計劃 希望這個是可以為更加多的打工仔 第二就是關於自僱人士的部分 上次可能大家都留意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自僱人士 在上一輪的7500元的申請裏面 亦都是很多人都申請不到 那麼我們都重提局長 希望可以放寬一些 那麼局長也都再說回 他說其實現在還有在上一輪裏面 是有超過10萬人是自僱人士 但是沒有申請到的 所以他們接下來在這個補助業計劃裏面 都會再開放給一些沒有申請過的 自僱人士去申請的 那麼這個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關於第一輪的補助業計劃 那麼大家可能大家傳媒都有留意到 也都有部分的傳媒報道過 有些叫做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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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司 那麼就是說可能他就申請了計劃 但是原來最後就是調查了 就是他們可能有些傳媒找過他們 原來沒有人在這裏上班 那麼我想我們都非常關心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公帑應該是被善用的 不應該就是有人濫用了公帑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們都追問局長有關方面 究竟是怎樣處理 那麼局長說他們都看到 留意到新聞之後他們都很關心 所以其實他們有一些調查的工作 在這裏進行當中的 如果發現他們都是有懲罰的機制的 那麼我們都希望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 是必須要有一個懲署和一個基礎 不可以讓到一些公司 根本就是假借請人 但是其實就是收了政府的公帑 那麼這個是絕對不應該不理想的 那麼局長都說的 現在似乎在過去一段時間 主要的這些情況都可能是 一些比較好微型的公司裏面發生 那麼所以他們都會特別留意這方面的情形 那麼除了在第一二輪的補助計劃之外 我相信我們也都前天 我們都在這裏昨天都在這裏講過了 我們都希望當疫情穩定的時候 都盡快推出這個抗疫防疫基金3.0 那麼3.0方面我自己作為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那麼我當然是希望在救失業補助業方面 再下多些功夫 那前一輪的補助計劃 我自己相對我覺得是適合適系去做的 但是似乎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失業人士 仍然是沒有被照顧到 那麼我們也都重提了 包括了失業援助金 雖然局長多次都是拒絕的 但是我們都重提了 我們覺得應該是一個時候 詳細一些去做一些研究 想一想可不可以 考慮做失業援助金 這是第一 第二 所以是就著開工不足 這方面其實都幾多 簡單說 有些可能是炒散 所謂的 可能是工作時數是少的那些 那麼現在那個家庭 在職家庭遵接 是以每個月144小時以上為申請點的 那麼我們都覺得 可不可以考慮將它再調低一些 就是讓到我們自己說 是64到144小時 都可以每月都可以讓他們開申請 都可以等到多些的人 就是可能他開工不足都是有個補貼 那麼這個局方也都說他們會去考慮 那麼看看還有什麼先 另外就是我們都說到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跟進 公務員事務局 他們曾經一路答應 是請3萬個臨時就業職位的 那麼大家如果記得 我早兩天都說過 他現在只是請了2500人而已 來3萬5 就是還有一個很大段的距離 雖然聶德權局長說 已經是在9月底會請多7500人 即加上1萬人 但是來3萬 1萬這個數都是遠遠不足的 那麼我們期望 勞福局都可以提供協助 是幫忙招聘多些人 特別是基層的員工 我們現在留意到 就是現在政府所謂的招聘工作 大部分都未必是適合基層的人士去做的 也都基層人士也都缺乏資訊 是怎樣去找到工 簡單說其實如果大家可能都知道 身邊有些人要找一些機層的工種 可能去勞工署那裏找的 但是現在勞工署是不開門的 那所以呢 那究竟他在哪裏找呢 就是靠在網上的平台 那大家都明白的 是不是一個可能是 即是可能是 即是 即是 那麼容易透過網上去找工 然後填十張表格呢 那我相信這個是不理想的 那麼我們都特別提到 希望勞工署是可以改善他們現在的 就業招聘那個支援 以至到 是增加更多更加多不同的工種 是合適的基層人士是做的 那麼最後呢 我們都特別提到 就在英國有些計劃是推行得不錯的 包括了是鼓勵一些企業 是請回一些員工 例如他可能做夠三個月的 可能政府都會補貼一些 或者半年的都會補貼一個津貼給他 其實呢 現在呢 在政府裏面都有推行這些計劃的 就是40歲以上 40到60歲 或者60歲以上 他們有些叫做 中年人士的就業補貼 那麼這個呢 我們覺得都可以 希望再針對多些不同 特別有需要的群組裏面 都可以支援他們的 那麼今天呢 就是我們和勞福局局長會面的 一些的情況 看看大家全部有甚麼提問 那那裏有新聞人公司那個呢 就是 院長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說 覺得都是一個漏法 或者 就是有沒有說到 評處機制會是怎樣 還有下一輪補就業的時候 會再怎麼樣去阻止這個情況 嗯 我聽到他的說法呢 就是他們現在都會在調查中 因為呢 他們都看到這些新聞的 他們都想不想是有這些情況發生 所以呢 他們有一隊人呢 是專門去 去抽查 這些這樣的企業公司 特別是有投訴 收到投訴 他們都會去調查 但是現階段 那個數目 他們覺得相對於美華 到了一個很大的規模 但是他們都不希望有這件事發生 亦都對於整個保障計劃 如果有出現這種情況 都是不理想的 所以他們都會積極去跟進 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 在這件事 他會怎樣去改善這個問題 現在他們是有罰則的 如果你看看文件 裡面有寫到 如果你是最後調查出來 你是沒有這麼多人在 那它是有一個懲處的機制 有條數是計算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方法 因為他成本受賠償是0 那條方法是假的 那有沒有怎樣去再說這條方法 我們有跟他們說到的 他們都說他們會看一看情況是怎樣 總之基礎就是如果不可以容許 有些人是說拿公帑 但是裡面是沒有員工在上班 那這個他們答應了是會回去看看 好嗎 我們都是覺得他對於失業援助金 是很有保留的 他們都解釋過他自己在多次 在他網上算了一條數出來 為何失業援助金會對於政府的承擔很大 但是他們都可能會覺得 會多了人會申請 可能會改變了一些工作的生態 但是現在這個是我自己都再重提跟他說 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 我不希望疫情會有很多這些疫情會不斷地發生 現在是很多人都願意 都是很需要找一份工作 也不是特意為了失業而去拿工資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再考慮 不過他自己都有提到 這個我相信都可能在之後再看 他們說7月份申請縱援的人士 是少於退出的人士 即是沒有去拿失業縱援的人 是少了的 我們都希望是好的方向 即是多了工種在外面 所以拿縱援的人是少了 但是始終都有一定的數量 所以失業援助金我們都希望他考慮 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OK 好 看看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請問問 最近很多公司或者組織 都會有第三個案件 那你不論是有沒有 可能會有提到 這個問題是第三個案件 剛才我一開始都有提到 一定是我們 我相信跨黨派都是有個想法 希望可以向失業 抗疫基金3.0那裡進發 因為始終過去第三輪的爆發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行業 其實都是很大的困難 我都重提 譬如我們做書展 大家都知道 書展打後 原本打算書展做書商 他們打算可以7月8月 是可以復活 簡單說可能一路可以做下去 但是現在就打亂了他們的部署 7月尾到今年年尾都不會有工作 這些人其實都是守庭口庭 對於公司的壓力也都很大 有些人都跟我們說 譬如租金的壓力也都很困擾他們 因為始終都在租金的減幅很小 其實我昨天都跟特首說過 我們都說希望 除了特首呼籲大家去減 業主去減租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都希望都可以想想 所以失業援助金 所以就是抗疫防疫基金3.0 我相信我們未來不同的黨派 都會繼續去說 我自己就著人力方面 聽說關於舊失業 保就業方面我們會多說 這個我們前天都有解釋到的 我想這個是跨黨派我們要共識的事 但是那個方向我們當然希望 可以盡快召開到立法會的會議 就著有些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 包括了抗疫防疫工作 保就業的工作 希望都可以有機會和平台大家去討論 那些是零人工資的空間 其實現在有些公司是可能 拿完做錢之後 就給了同一個員工 那這些局長其實是否知道 或者他覺得怎樣 考慮會怎樣再改善 那會不會局長有沒有考慮 會直接出來給員工 我們都有提到的 就是剛才所有之前 現在在坊間講過一些問題出現過 零人工 零員工 那些人出了一些糧糧 他出了去第二個人道 這些我們都講了給他聽 我自己希望他新一輪的公佈 裡面有一些方案 我覺得他現在都緊張 他都在看著 他們有些專責隊 在了解調查 總之就是我們不希望 零容忍不希望有這些情況 可以讓到一些企業去拿這些工廠 海舊寶 問一下 政府有沒有說大概有這個時間 可能幾時推出這個抗議經濟環 還有問一下那個補充計劃 那補充人工 當然要說會放棄 但是一段時間 可能有一些可能沒有 有誤後的事件 都沒有去申請 政府應該不會改善 另外問一下 關於健康碼 即是昨天他接槍間 就說把健康碼結合會過著 他就不太可能 以及政府都說兩個計劃不存 那你們怎樣 好的 第一就是抗議防疫基金3.0 我相信這個是跨黨派 都一定在爭取的事情 希望可以做的 但是我相信 我們自己都在前一天見特首 都有說到這件事 我相信特首都有他的考量 這是他們政府的一些情況 但是我們都一定會繼續去追 第二就是關於那個自僱人士 這個我也覺得不理想 我今天都特別和局長重提說 自僱人士很多個申請都不得到 我說新一輪可不可以去處理呢 他說上一輪已經說了 十幾萬人是沒有申請到的 他會照顧這批人 但是至於之前申請不到的那些 他說在現在的制度之下 就很難處理 這就是他的答覆 但是我們都要求他 希望再去思考一些方法 因為始終自僱人士這批 十幾萬申請都幾多 最後就是健康碼的安排 我想這個大家都還可以討論 坊間大家可以討論 我自己個人覺得 其實你見到可能在內地或者澳門 都有很多做健康碼的方法 用的方法有不同的措施方法 有些可能他有健康碼之後 因為整個社區都沒有感染 可能他一直不需要行常去檢測 但是香港現在的情況 又是否這樣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相信有些人都關心 究竟我是否14天 對測一次 我們都見到這個關注 我想大家可以多些討論 但是健康碼 如果可不可以 最基本就可以用到 遲些可以往返內地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一定要想的 因為始終現在我們真的收到太多的個案 在內地他們是回不來的 我簡單說 我們剛才有些個案 在內地他們是長者 是看不到醫生 他們就靠記藥去的 我們現在知道工聯會有這些服務 記藥去內地給他們 但是記得久了 差不多兩個月都不能長期記藥 醫生都要見他的 他又回不來 有個問題出現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慢慢浮現了出來 所以健康碼 最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可以做得到 內地、香港、澳門、胡通 這個我覺得已經是做得很好 至於香港怎樣可以運用使用 大家可以討論 好嗎? OK 沒有特別說到 不過我想 他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們之前都約了特首 都特別提到 我們都希望可以就着 有些防疫抗疫的措施 進行討論 這個我想特首聽到的 我想這個就由大主席和他們 大家再去協商看看 但是那個 抗疫防疫 3.0 現在政府我們未知道他有做不做的 我們只是要求他做的 我們只是希望他做的 但是最後他的時間表 我想各黨派會繼續努力爭取 好嗎? OK 好 今天就這樣 如果有甚麼要補充 隨時跟我們聯絡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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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